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秀 天涯路人终于出山 用蚊子力挺肖战太感人 相信正义即将来临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们措手不及 就在此时,异常网络暴力也开始酝酿 227事件的影响至今仍然挥之不去 几乎全网的指责,让肖战受尽了委屈 随着真相的一步步揭开 正义知识越来越多 许多官媒开始为肖战打气 推荐肖战的作品 近日一群捍卫正义的人终于再次出山 用文字来援助肖战 天涯路人究竟是谁呢? 只为正义,不为个人 这群正义知识就是天涯路人 天涯路人是来自于天涯论坛的许多网友 是一位位用手中的文字来揭露事情真相 抵制网络暴力 并且声援青年演员肖战的和他的粉丝们 天涯路人的文采让人佩服 论述有理有据,直戳本职 他们是为正义而战的三观路人 已经很久没有发生的天涯大省们 因为心中的正义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实力让人惊讶 天涯路人们在天涯论坛已经建立起了 三万层的一栋吃瓜高楼 越来越多正义的人正在加入 正是由于他们的敢于发声 已经让许多随波驻流的路人走上正确的道路 勇敢也是他们最大的优秀品质 天涯路人会做什么呢 在二期事件的初期 就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正确的引导 才让事态一步步的扩大 天涯路人的出山就是让人们多一种观点 当更多的路人了解了真相 那么就可以扭转尴尬的局势 囊翻水栽的时候 天涯路人就加入了肖战粉丝的公益当中 为肖战粉丝加油打气 天涯路人会用文字为正义献出一点力量 天涯路人出山的使命是什么呢 天涯路人重出江湖 从来不是为了明星个人 而是为正义执笔 为了真相不再隐藏 许多网友说 天涯路人的重新出现 是在为心灵做附件 肖战团队已经多次道歉 但黑粉依旧无动于衷 漠视善意 让许多粉丝深受打击 幸好天涯路人的出现能够让正义重现 二级事件因网络而起 用网络上的方式来解决 对正向药的方式再好不过 网络有其特殊性 但真相与正义 不会因此被埋没 倘若起初有更多的人仗义执笔 也许事情就不会这样 但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 把握住未来的方向才是最重要的 短短几天时间 天涯的大神们已经连发数文 用犀利的文字力挺肖战 也获得了肖战粉丝真诚的致谢 天涯路人的力挺让肖战和粉丝 不再孤立无援 肖战没有消息的日子里 让粉丝度日如年 代言被抵制 多部新剧都无法播出 但肖战团队没有向黑暗屈服 勇敢地坚持了 终于天涯路人的声援 让他们看到了曙光 同时肖战已经空降成功 肖战与万房老师的谈话 被许多的报纸啊 电视啊 报道 再加上天涯路人的帮助 一定会重回当初 为正义执笔 只为真相 出光不停 娱乐不断 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说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